最早提出休息底的陷阱这个概念的人 是美国政治学者阿里森 他在2017年出版书名叫注定一战 关于中美两国是否最终必然会走向战争 曾有过一个根据历史数据的统计 认为走向战争或不走向战争的概率比 是75%对上25% 所以谁说您对于这样一个估计 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评论呢 是那个艾勒斯那本书我们以前也提过 它是根据大数据的 就是人类历史过去500年 一共有16队老大跟老儿关系 那么后来走向战争的就16队里面是2队 概率75%对吧 然后能够幸免一战的 那就是4队25% 那么但是呢 我认为它这只是一个纯粹统计方面的一个结论 那我认为如果根据我们现在对整个形势的观察跟判断 恐怕我认为走向战争概率可能要比这个75%还要更高 所以您的意思是 阿里森的书名驻地占原本的问号变成了句号或惊叹号 您的逻辑依据又是什么 我之所以有这样一个观察跟判断呢 我们可以从中国跟美国双方面的各式的立场跟角度来观察 以双方面的战略角度 我们先看美国 这个美国怎么看这个台海的形势呢 我前面已经分析过很多次了 然后再重复一次 美国作为老大 他的老大地位绝对不容任何的老二来挑战他 过去从这个上世纪以来 那么所有的老二从英国到德国到日本 到战后的这个到战前的纳粹德国 还有战后的俄罗斯 苏联还有日本 通通被他干掉 那么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对手 他必须要尽全力把他对付掉 但是呢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到拜登 已经十几年过去了 所有的手段已经用了 用了洪荒之力来对付中国 似乎都遏制不住 压制不住中国崛起的势头 所以看了看去 手里面只有一个牌 就是台湾牌 这就是我们刚刚一再强调结论 所以他现在就是主要打台湾牌 这个逻辑呢 其实在他2016年 就是距离现在八年以前 美国最重要一个智库 兰德公司出版了一个报告 在这个报告里面就提出 用台湾来对抗中国大陆 曾经建议在这个中国周边地区 特别东海南海或台海 制造一场常规战争 那么通过这样战争 来冲击中国大陆的经济 政治还有社会等等 然后打掉中国大陆崛起的势头 那么现在美国就往这个方向再走 是吧 就把台湾变成一个乌坑南话 但是呢美国现在心里面很急 总觉得好像做得不太够 所以这个甚至于这个直接派 这个美国军人 这个现役的军人 穿便服啊什么 直接就进到台湾 来指导台湾的军队 甚至于呢还要把这个台湾 到时候是不是能够出兵台湾呢 在2758号这个区别找出一些漏洞 等等等等 就是目前的我开发 美国在这方面非常急切 确实哦 美方呢看起来是相当急切了 那么从中方的角度来看又是如何 中国方面要处理台湾 解决台湾问题 完成两岸统一的理由也是非常多的 当然最基本的一个过去长期来 就是国家领土跟主权必须完整 不能够分裂 对吧 除了这个之外 现在有更多理由 一个理由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提出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那么这个道理大家也听明白 你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那么如果两岸领土还没统一的话 叫伟大复兴就太勉强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 对中国大陆来讲 这个2027年 为什么很多人提到2027呢 因为那个年份呢 是中国大陆解放军成立100周年 也就是解放军100周年了 那么解放军成立100周年 解放的全中国大陆 唯独台湾还没解放 这好像说起来也有一点说不过去 是吧 也是第二理由 第三呢 经济方面 我们知道这个两岸如果没统一 对中国大陆来讲 在海外这个消费 消耗的经济方面成本太大 如果两岸统一之后 两岸的经济实力就会更强 在第四个就是 这个西太平洋战略了 就是中国现在在第一岛链 是被美国封住的 就因为台湾的关系 如果两岸统一以后 中国就直接出太平洋了 那么美国就必须要退到第二岛链 这个关系太大了 对吧 然后最后一条 有军事专家指出 中国这个军事发展 大家看到很多 就最近发展得很快很快 而且花的钱很多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 其实跟一个国家 在和平时期的处理的方式 很不一样的 所以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也可以看出来 中国在这方面的 一种非常大的决心 跟积极态度 所以按照这么分析下来 台海最终走上 阿里森教授的75%概率的趋势 的确是相当明显了 所以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 也就是何时以及如何 您又是如何来看呢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大陆在去年 曾经跟美国主动提出过一个建议 就是习近平跟拜登见面的时候 习近平跟拜登说 中国一定会统一的 这点你不要怀疑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争取 和平统一 但是和平统一还是需要你 美国能够支持 这个话竟在不言中 大家都很明白 很清楚 所以如果你美国愿意支持 我和平统一 那咱们中国跟美国来谈这个问题 好好谈 所有条件可以谈 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支持的话 那对不起 我另外一个手段 除了合同之外就是武统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来决定 用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时候来决定 那么至于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解放军 在这个2022年 佩洛西来台湾之后 不断地使台湾围台军演 已经变成一个常态化了 那懂军事人都知道 这个常态化 居然常态化的军演 可以在任何军演的状态下 一下子就变成正式的军事行动了 这美国也很清楚 所以在这方面呢 不存在什么太大的一个困难 就是一切都看美国 美国你愿意跟我谈 你不愿意谈 你要主动动 那我就奉陪 那么大体上 中国大陆已经在这方面 做好的一个基本的准备了 那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北京的诉求与主张 一直都是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既然如此 如果美方不动 台方不动 那么北京又什么理由行动呢 在中国大陆有关武力统计台湾问题的 很多的相关的规定和法律里面 这个有很多的条件 包括外部势力介入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那么有没有外部势力介入 那大家看得很清楚嘛 那这方面理由太容易找了 对中国大陆 对北京来讲 要找这个理由太容易了 这种例子呢 导致并不难找 好 那么剩下来还有第三个问题 如果真的爆发了台海战争 您认为会以什么的方式来进行 是围堵还是闪电战 点缺战又或是空降登陆战呢 以我个人的一个观察和判断 我认为都不是 都不是 那您如何如此肯定都不是呢 这话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战争呢 随着这个时间而有 不断的一个变化的 就是人类战争呢 不断在演变了 我们随便举几个例 太早不谈了 就上世纪二战的时候 打什么战争呢 就是诺曼基登陆 就很简单嘛 就是大部队登陆 海空 掌握制空权 制海权 那么防守的一方呢 就造战壕啊 什么防守防线等等 那么这种战争的形态 在越战的时候 朝鲜战争的时候 都是这样 这是最传统的 登陆作战大部队 那么到了波安战争 1991年就不一样了 这就完全是美国的高科技 因为美国的军事改革成功了 这个精密制导的武器 导弹一下子搞 这个就第二种战争起来 到了最近我们看到 俄乌战争又不一样了 俄乌战争 无人机出现了 这无人机扮演了一个侦察 无人机扮演了一个轰炸 扮演了非常多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战争的形态的 不断的随着时间 而与时俱进的 好 换言之 这人类的战争形态 也是与时俱进的 既然您认为 这些都是过去的战争形态 那么新的战争形态 又会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就从 最近网上疯传的 有关中美在西太平洋 一场非常精彩的电子交锋 谈起吧 我喜欢看网上的 我看这方面资料很多 我们都知道美国 最近又例行性的 一个环太平洋军演 这个浩荡荡找到29国家 这个有很多小国 也就被他找过去撞声事 苍家这些什么问来 统统被找进去了 2.5万人 这个声势规模也很大的 但是偏偏就不找 太平洋的另外一个大国 中国 我想这个针对性非常强的 但你不找中国 中国却不请自来 而且来者不善 这个中国呢 不但来了 而且给这个美国为主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相关国家 来一次非常严 非常重大的震撼教育 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这中国卫收要去 不请自来 来的是什么 来的是一艘非常非常有趣 非常著名的一艘船 叫做815A 这个叫电子侦察船 这个电子侦察的细节呢 我想我们在最后 会做一点补充的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这个电子侦察船 最重要的是电子干扰 这个电子侦察 这个威力非常大 所以据网上疯传的 这里面很多消息 也许未必都真的 所以不必完全去信 但是我们相信 一次非常精彩的 一次攻防战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呢 应该对美国在内的 很多加入美国这个阵营 的很多国家 是非常大的一次震撼 听起来相当的戏剧性 但毕竟都是传闻对吧 有多大把握这些讯息 是真假呢 中国方面呢 并没有透露任何的消息 只有这个南部军区 在当天6月30号 当天晚上22点 也就10点钟 官网上发布了一句话 壁海牲畜硝烟龙 然后就晚安 那么这里面传达了很多 非常耐人巡慧的讯息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也就在这个不久之后 菲律宾呢 就要求美国 把这个美国已经部署 在菲律宾的提风 这个中程导弹 尽快撤走 它原本是要撤走的 大家尽快 然后第三呢 就是我们可以注意到 更重要的 美国在第七线队的一个 关于电子战的一个中队 一个中校 队长中校 被撤职了 所以这几个消息 年代起来 当然难免您产生很多 相关的联想 所以这么说来 或许也并非空穴来风 那您的意思是 电子战将是 未来战争的主角吗 对的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 跟大家提供了一下 战争发展的形态 我认为未来下一场战争 如果是台海战争的话 它的顺序应会颠倒过来 所谓大部队登陆 是在最后的 第一个一定是电子战 掌握制电池权 就比制空权 制海权还更重要 就是让对方完全就失去了 听觉视觉能觉 这通通没有了 然后再出动 所谓的精确制导 精准制导 这个点穴战 无人机出动 然后才是最后一步 才是大部队登陆 所以这个顺序 完全是颠覆了过去 传统的战争的一个概念 那这样分析下来 关于可能的台海战争 除了会打吗 取决于中美双方 何时打 如何打 似乎更多已经操之在 中国之手了 对吗 基本对 但不完全对 我认为何时打 如何打 操之在中国 没错 会不会打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我认为也跟中国有关系 而不是在美国了 这就有点听不懂了 为什么连会不会打 都更多取决于在中方 而非美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精彩分析 请继续收看 听说信誉 听说信誉